亚西安防长会议网络安全与资讯卓越中心今天正式启用 国防部长黄永宏医生表示 中心希望针对数码领域管理方面达成共识 并成为信息共享和能力建设枢纽 记者李雨婷报道 位于张义海军基地的亚西安防长会议网络安全与资讯卓越中心 工作重点包括及早提供数码领域威胁的预警 中心也在今年2月推出平台 让亚西安各国共享网络威胁和恶意软件的实时信息 由学者和业内人士组成的专家小组 会针对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发展提供咨询 being able to bring together these very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and at the same time stakeholders allows us to really pull together a full range of experiences and expertise to address a threat that is very very fast paced in terms of its evolution 新中心也计划明年举办课程 加强亚西安的网络能力 并同研究机构和智库合作 强化中心的专业知识 感谢 多谢 谢谢观看